身穿灰衣的男子 臉戴口罩 拿著飲料混入人群 仔細看 他一時刻意用左手肩膀 碰觸女子胸部 對方察覺被撞 趕緊查看胸口 露出尷尬表情 一個還不夠 男子又往人潮擠 繞過藍衣遊客 朝後方女子靠過去 一連碰觸三人胸口 不知道是故意還是不小心 這個過程 卻被後方遊客錄影PO網 網友提醒逛夜市 務必小心安全 事發在二十二號晚上八點 臺北熱鬧士林夜市 網友指控這回 疑似有色狼出沒 躲在人群伸出鹹豬手 明明旁邊有路他不走 反而刻意繞過男生 就往女子身上夢撞 下去遠景沒有互報 但警方提醒 遊客逛街包包提在胸前 拿雨傘防身 或是抬手滑手機保護胸口 注意自身安危 暑假觀光遊客眾多 夜市一到晚上人潮急爆 就怕嫌犯混在人群中 逛街女子根本難以察覺 還是保持警覺 避免色狼就在你身邊 華視新聞林志淳 陸以馨台北報導 嗨 我是李明銳 想要搶先掌握 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 YouTube頻道吧